万万没想到 关过再掉出木坑的时候 竟然意外卡住了 安徽出土神秘八边形古墓 三具棺材摆放诡异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三具棺材竟然是两女一男 要知道八边形的古墓 是十分罕见的 这也预示着牧主人身份 和地位值的神思 那么牧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两名同葬的女性又是何人呢 保持你的好奇心 我们点个关注点个赞 接着往下看 在安徽长逢地区 当时的考古发掘中 出现了一座罕见的 八边形宋代古墓 并且在古墓里面 考古人员发现了三具棺果 那么这三位合葬在一块的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此外在这一座古墓里面 那有什么样的文物出土 让这座古墓登上了 国家文物局 在2020年评选出来的 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呢 合肥是 自古就是军事和地理重镇 很多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 也发生在这座古城内外 那么 自然合肥是地上地下的文物自然 也是十分丰富的 就在2019年 一次看似平常的道路施工中 工地在地下不断地挖出青砖 于是根据相关的经验来看 这应该是挖到了一座古墓葬 于是工地负责人 立马把相关的情况 上报给了当地的文物管理部门 在得知了相关的消息之后 合肥市的文物部门 立马来到了现场 根据初步的勘察来看 因为客观的施工 这座古墓的墓穴已经暴露了出来 但是 这座古墓 似乎也是一般人家的墓葬 于是考古队 对于在这座墓葬里面 能发掘出珍贵的文物 也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 然而就在考古开始之后 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 这座古墓还真不一般 首先 这座古墓采用的是 穷龙顶的方式修建 也就意味着 下面的墓室面积不会太小 为了保护墓室 考古队慢慢地清理清砖 而在清理完毕后 考古队发现 这座墓室的形状是八边形 这在安徽还是第一次发现 如此罕见的墓葬 墓主人也不能是泛泛之辈 于是随着不断推进 考古队终于找到了墓门以及墓道 这时候考古队惊喜地发现 这座墓葬的墓门采用的是仿墓结构 墓建筑结构中的弓 瓦当 滴水 在墓门上面清晰可见 这种结构的墓门 也立马引起了考古全队的兴趣 能把墓门如此设计建造的 必然也是非富即贵之人 而在进入墓室之后 考古队发现 墓室里面并排安放的三具棺材 其中 中间的那具棺材形式最大 从如此的藏制来看 应该是一副一气一切 一家人 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来看 考古队认为 这应该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 并且这应该还是位于其家族目的的范围 在第二天 相关的开关工作继续进行中 因为关国内外充满了淤泥和泥水 因此 相关的清理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并且 在淤泥和泥水里面 考古队发现了不少瓷器的碎片 因此考古队判断 墓葬里面的陪葬物品 应该大部分都是瓷器 但是在考察完现场情况后 考古队发现墓穴内部过于狭小 不利于开关工作 于是考古队准备启动吊车 将关国倒出墓穴 进行异地开关 在相关的工作程序中 一开始 调取两具相对较小的棺果 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调取那具主棺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因为长时间泥水的浸泡 因此这具棺材的重量还是比较大的 在到棺材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考古队发现 棺果笔目到口还长 而且棺果的一部分还卡在墓室里面 那么 考古队也不禁好奇 这棺材是怎么放入墓室的 但是当时的情况来不及多想 在拆除了一部分的墓砖之后 棺果终于被掉了出来 三具棺材 都在检查仔细后送往室内的文物局 随后考古队针对墓室进行了清理 并且检查有没有遗漏之物 或者证明墓主人身份之物 但是 一番搜寻后 并没有找到期待的物品 为了尽快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考古队决定先对最大的棺果进行开关 为了模仿在墓室里面的状态 于是考古队决定写着开关 在棺材被开启后 大量的文物散落了出来 首先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就是一件磁波 经过清洗 这件白磁完整 幼稚晶莹剔透 随后 又发现了铜镜和奇迹 此外 里面最为不寻常的是 发现了一件七杀官和一个三子 而七杀官 是证明墓主人是官员的直接证据 但是 在搜寻完第一具棺材后 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 于是 第二具棺果的开关正式开始 在第二具棺果开关后 口鼓队被棺材内满满的随葬品震惊了 其中 一件金镯子在清洗后 更是和崭新一样 此外 大量铜钱首饰的发现 证明这具棺材内部安葬的十一名女性 并且 这位墓主人 在去世时候 应该带着精美的头饰下葬 此外 一件金被墓书子的出现 其精细程度 更是让在场的人嘖嘖称赞 但是让考古队感到失望的是 这具棺材里面 虽然充斥着各种随葬品 但是依旧找不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而在第三具棺材里面 依旧找不到墓主人的身份的直接证据 只能通过对比发现 相较于第二具棺材内的随葬品 这具棺材里面的墓主人 应该是一味失窃 可是 就在众人搜寻完毕所有的棺果之后 包括墓室墓坑内外 都没有发现证明这艘墓葬的墓主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从其陪葬物来看 生前肯定是一个非富即贵的主 但是没有墓之名和相关的名文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个历史谜题了 那么你认为墓主人是官员还是商人呢